打一过来的一个人是 今天报名行人蛮多的 我们都爆满了 但是我想可能等一会儿 会不断有点来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下午 华美人文学会的举办的几次专题讲座 我们今天的国教何勇 是华美人文学会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艺术和历史 艺术与历史 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 就是刚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的徐威信教授 徐教授是韩宁外非常有名的油画家 著名的艺术家 那么最近这些年来 徐教授受到国际上的日益的关注 我想前几年我们都看到 英国的卫报有对徐教授的专访 另外2016年的春天 密西根大学博物馆 讲举办徐教授的个人展览 另外上个星期徐教授也在新泽西的一个 肯能大学做专计讲座 好像你在哈佛大学也做过活动 很多 我想国际上对徐教授的关注 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徐教授的这个艺术造诣 第二个就是徐教授是从2007年起 他就创作了一个系列的一个作品 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就是历史中国众生象 就是徐教授花了有七八年的时间 另外这个项目还正在进行 他画了这个有一百多幅大幅的文革人物的肖像 那么这些人物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 有这个呼风欢迎的人物 也有一般的老百姓 有红卫兵 也有这个迫害人的人 也有受迫害的人 就是各方面 那么徐教授今天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他创作这个系列作品 他的初衷 就是他为什么要创作这个系列作品 那么他创作这个系列作品呢 他这个里面有些花絮 就是说 比如说他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他是有 他是在这个 他有这个当事人在场 有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在了 是吧 或者是当事人 可能不大容易能够找到 那么他可能会去采访他的家属 那么他都有一些 这方面先为人知的这么一些故事呢 他今天跟我们来分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同时呢 这个徐教授今天也准备了 那个大批的这个幻灯照片 把他的作品呢 让我们给大家那个 来分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好 下面就任意欢迎这个徐教授 谢谢 谢谢何先生 谢谢何先生 那个还有华美席经社 给我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在 这个 这个地方虽然小 但是非常重要 一个是他是美国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 我也了解 这个 他的历史很长 26年开始 然后很多 那个中国文化历史上 有名的人都跟这个中心有关系 据我所知 胡适啊 老舍啊 还有近现代的 很多人我就逼一列举了 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台上 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创作感想 还有我的创作成果 跟大家一些一些讨论 沟通 我觉得是 这个非常难忘 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个人来讲也是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就开始 做这个 今天这个 把灯关一下 我们就直接就进入图片 我今天有130张图片 我可以这个 因为大量一边看一边讲 这个 开始呢 因为我是这个 一个艺术家 我不是一个历史的专家 所以说呢 我就是以这个作品开始来讲起来 所以说这个是 历史的东西是碎片式的 所以我们边讲 我们边会设计到一些历史的事件 或者一些历史的人物 还有一些创作情况 这个在这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放下 我早期的作品 我毕竟是个画家 大家看我一样不太想画家 但实际上我是画的 在这个专业圈子里 相当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早期主要是1987年到03年 这个阶段呢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 这个是我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画的一张 这个模仿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风格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 就是画的是新疆的一个维吾尔夫女 这个做囊饼的一个场面 当时还得了一个优秀奖 其实是个金奖 这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油画展 当时我出名也是从这开始的 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 这这么一个情况 今年这个 因为新疆问题 去年和新疆问题受到了关注 所以我最近把这个作品又发到网上 其实这样子 我对新疆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为什么要画这张画呢 是因为我是生活在新疆 长在新疆 在新疆二十多年 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 又七八年才离开这里 所以画这个东西 它是有一定渊源的 那么后来呢 我又离开新疆以后呢 就再没回去 因为我当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 新疆会有问题 因为当时就已经有苗头在出现 所以我就留在了广州 从那个浙江美术 我就在广州美术学院 然后这中间呢 因为我是一直在探索 不知道往下怎么画 我就先画西藏 我太太跟陪我去西藏 待了一年 就回到成都就画这么一张画 这个张画画了两年 有七十多个人藏民 这些作品呢 我一会儿要有评价 就是说是学院派的 它在当代艺术 这个评价体系当中 它是进不去 它是一个学院派 有好的技术 这个有好的构图能力 但是美学的批评价值不高 这是我后来之所以要 这个一直要想变的这个主要原因 这是局部 功夫 大家如果懂美术的话 功夫是这个是 还是不错啊 不敢说一流 另外再一个这个构图很复杂 因为这些实践生活中 也没有这种场景 都是我用所有的局部的东西 给它构成的一个很复杂的构图 这个左边就是侧面 右边是正面 有象征着西藏的一种传经 在八角节 这是我后来 这张作品呢 实际上是想告别 这个我的 诶 告别这个学院派 开始转型 我因为不满意自己的这个学院派 老师画一些冰 冰疆的一些风情的东西 它因为跟当代文化没关系 所以开始转型 这是画的风景 那么转到很困难的 就是转到第一张 转成这个酸雨 当时我就意识到 这个广州的污染情况 酸雨 这个也画了两年 这个也获了一个奖 但是总体呢 还是学院派的 虽然内容上 它是反映社会 但它构成基本的方法 全是学院的 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 那么又再转 就是这个是2000年 2002年 当时我画了一个天安门的 空中看天安门的一个风景 这个角度比较新 我参加一个风景展 一般风景都是正常的角度 这个是 当时是无响的 东响西响的 后来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的上面 就是03年的时候 我又做了这个作品 内容上是正确正确 因为同情 民工 因为当时民工有一个 欠工资 要工资的那个故事 所以我当时受了感动 启发以后呢 我画了我们中文明大学 那个建楼的一群民工 我就把这些民工呢 就画在一起 当然这个也是有些正面的地方 比如说技术啦 构通能力啦 还有一句说 我对这些民工呢 它是一种尊敬 这个是当初有些人画民工 在一样的地方 有些人画民工画得很丑 居高临下 看 但是我画他们呢 还是各个都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另外呢 这个张画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全部看着观众 直视观众 来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获奖作品 但是总体来 这个又是学术上不行 这个待会我来 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评价 大全吧 好 03年起呢 我就开始把这个放弃了 放弃以后呢 准备开始画了一种 这个东西 这个在我的 这个艺术创作生涯中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尺寸的这个矿工 因为为什么要画这个呢 因为当时呢 因为我是关注民工嘛 后来我就到煤矿 发现 那农民工 其实都是挖煤的主力 但是他那样子很感人 因为脸很黑 戴了矿工帽 所以我就画了一批这样的作品 这是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情况 有很强大的视觉震撼 跟我过去的那个 传统的那个图示 这个很简洁 很时尚 很现代 虽然有人说 爱说你像多容易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更靠近 现代一些 所以我就坚持画了一个 大概一年 这是我的工作室 你看这是个受伤的矿工 当时 这都很大 所以说展览的效果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有烧 伤疤痕的矿工 这个是我当年 在河北体验生活的时候 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作坊式的一个煤矿 看到的 当时我看得吓得一跳 他还在挖煤 我就了解他 他说他是多少年前 瓦斯爆炸烧伤的 现在好了以后 他还在挖煤 因为他农民没有福利 你要过说国营的话 他就会养着 但他现在还在挖煤 那个时候 我还不会画肖像 所以后来 我过了几年画肖像以后 我发现可以 把它画成一个肖像 这个肖像 我觉得有一个突破点 就是说 一般人不会画 难看的东西 但是我画这个 好像很丑啊 但它实际上 内在它是一种大的美 它是一种歌颂正义 因为同情他嘛 这个东西也是很感应的 所以说美术 当然我们今天也可能涉及到 美术不一定是画美的东西 美的东西 其实早都几百年 已经解决了 我们是在要别的 比方说社会的正义 公平 这都是美术要设计的 这是我的工作室情况 04年 我开始画历史中国中文年 1966 1976 大家有历史常识的人 知道这个66 1976是文革 没有常识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 但是为什么说 你不用文革呢 实际上是这么个原因 因为文革这两字 在我们始终到现在为止 在出版系统 整个这个宣传体系里 都是敏感的两个词 我见到的文件 就中宣部有规定 文革是控制报道 其实是不被 这个就是说 不开绿灯的 控制的 所以说当时策略上考虑 就是说就取一个 叫1966 1976 不那么的敏感 就是作品 本来应该叫历史中国 是像文革 什么什么肖像 但是就搞了这么一个 这个年代的字号 那我简单的 因为文革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 在座都有了解 我们就简单的放一下 就是游行期间的情况 不细说 这是李真盛的一张照片 李真盛就住在法拉圣 各位各位 可能有些人认识他 他是这个 李真盛是 我也画了他 他是 把十万张底片 带到了美国 跟联系图片社合作 他是 由于他的十万张文革的底片 是保存了 对文革的视觉的 最充分的色料 所以这个人也很重要 后来我认识他以后 我今天选他 是因为 这张照片跟他有关系 但是我也画了他消息 这个章呢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年轻人不知道 就是这个年轻女的 他在给这个李范武 是个大学校长 还是市长 剪头发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 故意把那个推子的螺丝拧松 这是李真盛告诉我的 让他那个剪头发的时候 不是那么顺利的钱 让他很疼 就这个情节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所以文革期间 其实那小女孩 就是我过关女 这个我们以后可能还 下面还有些问题 可以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 这是破四就立私心 真的我记忆犹新 因为这个场面我见过 因为我是58年的人 所以那时候 新疆也到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80年代90年 中国有一批文革题材的作品 就是文革结束后 它为什么出现这个作品呢 就是配合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出了一批作品 它主要的是否定文革 因为你把文革否定了 你才能够推动 这个改革开放运动 所以说也出来一个作品 我就 这一张是最 美术界最有名的 叫68年某月某日雪 这个作家呢 是四川这个 程中林 现在一句 哟 这个下面看不到 下面有一个字幕看不到 没关系算了 可以 他这个作品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先说这个方法 它是采用了苏联的 俄罗斯 就是在一个构图方式 就是 这一张画像的画剧 它是有很多情节 在上面讲故事 哪个人和哪个人 是什么关系 同学 它是呢 在表现一个中学的武斗 结束以后呢 打败了一层俘虏了 打胜了这一个 其实那两派之间 原来的同学 它是这么一个故事 整个思维方式 构图方法 全部是苏联的 但是呢 这个在美学价值上 是 我刚说了 没有意义 但是它在这个思维上 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国美术史上 它还是有一个重大的 它是被记载的 这是一张比较有名的话 这是一张也比较有影响 这个高小花 后来带来到洛杉矶 这个讲的是为什么 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其实高小花是重庆的 因为重庆的武都在 当时很激烈 因为有冰空场 所以当时 家庭将来都有炮箭 坦克在街道上都出现 因为它的冰空场很多 所以他们把那个武器拿出来 打得很厉害 死了很多人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 这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后 否定文革 这张呢 也是当时比较轰动的 一个连档画 叫《风》 这个作者呢 是三个 有一个现在去世了 还有一个叫陈一鸣 还有一个叫李丁 这个李丁呢 戴口还有他 一个作品 这一套作品呢 有个突破 就是说 他第一次把江青和林彪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用正面的形象给画出来 当时还有很多人 在引起争论 所以这个作品呢 就比较有名 那个时候呢 也出现这样的作品 王广义的 他学安迪沃沃尔的 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作品呢 在那个时候 还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消解了 这个宫东兵文革 宣传的这种 主流的东西的一种 庄严 说那种庄严是假的 我给你消解吧 它是那种玩笑式的方法 所以很有 所以王广义 今天现在要有名 跟当时这个 也是有关系的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 画成这样作品 不容易 包括张晓刚 因为在那之前 没有人把中国人画成 敢画成这样 你文革的时候 要画公共军兵 都得画成红脸 浓眉大眼 高大 他这个画呢 他是自己用一个图形 把这人呢 画成一个痴呆的一种形象 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他也是消解了 社会与美术 其实就是文革美术的那种 万用的模式 所以说他有很 这个 强的前卫性 当然了 后来啊 这个怎么说过 待会还有评价 那么这是八十年代 这个两千年后呢 也出来一些 少量的这个 关于我们的题材作品 但是就出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一个形式上 没什么心意 再一个呢 就是娱乐化 这个结果呢 就是历史真相被模糊了 你不清楚 因为当时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 到今天为止 在中国社会 急需的其实是真相 这个真相包括历史真相 所以说我们的教科书 我知道我在这个大学任教 历史课本对文革的描述非常短 其实文革十年 故事太多了 它就一点点 没有什么具体细节 你看比方说 我举个几个例子 这是那个刘宫喜先生的一个作品 他这作品呢 也是你看就是文革之亲 但是他这个情调呢 实际上是怀旧的 而不是忏悔的 或者是反思的 这是最近 最近流行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当然也激起很多人的 这个 打动很多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执事性老知青 这都是重要的人物 所以他的作品也销售得很好 所以他就画这个 也可以 也是一种流派 刚才李斌画那个 就是雷洪画那个人 他现在也搞了一个 这个系列 但那个系列你看很奇怪 它是用调判的方法 毛泽东在天安门 那个是什么 李宇春 对李宇春 李宇春是前几年 年轻人很火的 他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画在一起 他是叫魔幻 魔幻 其实学西方面有的这个 已经有的流派和风格 用在这个上面 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好 为什么还是不清楚真相 而且他整个构图方法也是旧的 非常旧的 所以说 但是就他这个作品 在去年还是前年 郑主席在北京办展案的时候 他的画从上海运出来 运到半路的时候 就通知他 那个美术馆要检修消防和电路 就给他关了 实际上办不成 就退回去 就没办成 那王广义呢 还在搞这个 就八十年在弄这个 那么两千年后还搞这个 那就不对了 因为两千年后 与境发生了变化 就是我们讲话的 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是 我刚说了 是需要历史的真相的 他现在仍然用这个调侃方法 安迪欧和这种方法 大家只觉得 年轻人觉得文革非常浪漫 文革是很浪漫的 所以说 这个作品现在实际上是缺乏力量 而且他作品很贵 王广义作品很贵了 美国各大博物馆都看好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中国他也是著名的 可以进入任何美中 这是一个现在 叫田太全 这个人也是重庆的 他后人背景是重庆的公墓 他用这个电脑技术把这个图片 他自己他是摄影家 做成这种图片 以这个说抵抗遗忘 他的主题是这样 但是我对这个作品的理由很强烈 我认识他 但是我不喜欢 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他把这个裸体的 放在这上面 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 我觉得是泄影的 因为他看照片的时候 他影像的别人 影像的别人 他每一张照片都有这个色情的成本在里头 我觉得不好 而且因为在这个文革是一个 我觉得是需要敬畏的这段历史 两千年后 中国的经济崛起 崛起以后呢 资本就进入了艺术场 然后这个画价高涨 这个美术馆盈利 现在美术馆非常多 在北京都几十个美术馆 然后展览很多 你都在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在北京那个 我光着街的青鸟都走不过来 是什么一个情况 不过呢 这个一个图 就是说这个拍卖会 拍卖大家都知道 也很贵了 有些几千万 这次那个增判制都过亿了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又有个什么问题呢 跟这个艺术发展态势 如火如荼这个情况 相比呢 艺术家就很少创作文革题材的 这一类的严肃作品 尤其是文革题材 基本上没有的 它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主要是一个是 修养有志向 比方说艺术家 是不是考虑自己 这个悲险性啊 或者这个不好卖啊 干脆就算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年轻艺术家 实际上都被洗过脑了 因为它历史呢 它的教材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说 四人帮是什么 一个演唱组 都有这样的说法 你要说张志欣 这样的我们在座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这么个情况 所以艺术家也是被洗脑 他也根本不想那些历史的东西 最重要的一天 是为什么不搞呢 我相信有个艺术家也愿意搞 主要是找不到样式 这个艺术家要有样式 这一说 这是艺术的 跟所有的形式不一样 就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就比方说爱情 这是一个题材 是公共的 所以都能搞 但是真正我们历史上 留下来的文艺作品啊 关于表现爱情呢 就那几些 就那一些 比方说龙面鲁与朱丽业 梁山博与朱临台 为什么这些都是同样歌颂爱情 它们留下来的呢 主要是样式 它这样式 有艺术批评的价值 你没有样式上不成功 你无数的全是垃圾 所以说 这个你想表现文革 你如果没有新的方法表现 那你这个 是进入不了美术史的 而且它也不能恰如其分的 表达艺术家内心的这个感受 而且也使这个作品和观众之间 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 这个形式很重要 再注意这个样式 那我现在就该我讲 这个我要做的一个作品 就是00年其实我到北京以后 我是考陈南京的那个博士班 然后那时候我就考虑放弃这些 什么这个酸语啊 我觉得文革题材是最等大的 最有考虑 但是以失败到断了 你看我给你讲讲 大家我2000年开始画的东西 这是03年画的一个叫龙年 因为1976年 1966年中间有个龙年 这个思维的套路啊 仍然是我过去画西藏画新疆的那个套路 所以是没有突破 也不敢人 大家不知道干嘛呢 这个就是觉得是那个时候的事 那个时候的气氛 但是乌尔船拿什么东西 还画这样 就毛泽东逝世的 都失败了啊 文家 还有这样 那简直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画 所以我当时很沮丧 画完以后我只闹到墙 当然这些东西都后来都被别人拿走了 那我就没辙了 我就干脆文革就把文革题材放在心里 然后呢就开始创作矿工 刚才我讲了 矿工肖像 在矿工肖像期间呢 我到山西梅矿 河北梅矿 往个跑嘛 到跟他们的矿工一起下井 挖煤 什么都干过 结果有一次我在山西呢 就跟几个矿工上进以后呢 跟那个矿工的工位主席喝酒 喝酒的过程中 突然 灵光一闪 这是我这一生中间 第一次感受到灵感来了 就是突然脑子出现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就是一个啊 一个打的这个展场 全都是很巨大的黑白的消息 全是文革人物 我当时那个 就出 灵魂出窍了 我有一个朋友 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说 那一刹那 习于心那个脸就是 异样的 因为就只有那一次 我这一辈子说实在 搞了一辈子画 就那一次灵感 我立刻就 马上就抓住我们去 说哎呀我要这样画文革 用消息的方法 我们同学说 那个朋友说很好啊 结果我第二天就打 覆盖着不画 就回去了 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的关键字就是大词的 人物肖像 正列式的 还有建立文本 这是基本的一个形态 这个作品基本的一个形态 这是我展览时候的一个 这个形态 我找个时间 这是展览时候的一个形态 你看啊 首先是大 正列 正列 另外文本呢 有些人在我待会儿看 你看那些人在旁边 在读东西 其实是读他们的简历 因为简历文本 是我的创作中一个重要部分 我要收集这些资料 然后还有 当然这个文本部分 我找了一个文字功夫很好的人 我们一块商量 把整个格调商量好以后 然后把这个文本的撰写工作完成 但是呢 我这个撰写呢 有一个 大家要有注意 有看一下我这个文字部分 是非常中性 没有道德判断 就是全部 他是怎么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死 或者他出了什么事 即使是像林彪这样的 认为现在是坏人 还有被这个 就是主流的人 他还是坏人 但是我引用的所有资料 全都是打印号 因为以防 这个别人要追问起来 实际上都是出处的 比方说判决词 给林彪的判决词 包括无法宣 这个的判决词 我都是引用的 并不是出对我个人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哪个中意的立场上 来呈现这个历史 大家注意 这个金人美术馆 是一个私人的美术馆 就在苹果社群 我为什么要强调私人美术馆呢 这个作品 是不可能在主流的 政府美术馆展出 这就是这个作品的一个亮点 就是只要是 能够在主流的美术馆 那你这作品是没有力量的 它就是不希望你站 所谓当代艺术 叫边缘化 有些人喜欢主流 我认为知识分子 和知识分子艺术家 应该是主动的要边缘化 你要主流了 实际上你是随大六的嘛 你跟那个CCTV的腔调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你不可能 更有启示性的东西来展示 这个是开幕式的情况 然后最像头 看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展览性场 都可以看一下 王敬喜 毛泽东 有一些人不知道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 有小人物 刘少奇 那个旁边 刘少奇的旁边是油亮 这个下面那个图没有吧 这个左边这两个叫 金桂荣金桂灿 第三个那男的是叫 金训华 你看 它是按照记开的 就是按照拼音字母这样的排列 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呢 这就是当时 我也是我们的官 就是说 这些人 无论高贵低贱 大人物小人物 反正就按照这个牌 毛泽东也是跟我一个朋友 一个小人物 跟名不见经传的人 排在一起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体现一个 基本的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是一个 再往那边是康生 在右边的是张春桥 梁思成 就是建筑学家 原来是 普洛顿大学毕业的吧 中间是那个 梁肃敏 那个是林彪 L 全这一排又是L 这样的牌子 出版也是用这个方法 你看那小孩就在那看简历 因为小孩不知道这是谁啊 他就在那看 年轻人就是这样 通过这个简历 来了解这个肖像 人物的背景 这是工作室 你看啊 这个写字的这个小伙子 是郭墨洛的儿子 郭墨洛的儿子 他是文科中间跳楼自杀的 那边那个半身肖像就是李静盛 中间的老头光头呢 我不是叫陈金雀 是国学家当时北大中央的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工作室的照片 现在呢 我现在画的人物呢 就是九年 因为零一四年 因为去年我在写的是八年 今年又是九年 因为为什么说九年呢 因为我是零七年展览 零八零九 一直接下来 我的想法是一直不停地画 当然画的量是没有一天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 这个不停地画 一直画到我想 画到我最后就退休 还能画的话 我就画到最后 我要拿不动画笔 它实际上是一股象征意义 这个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画画呢 反正就是跟文革给标了 它始终是在起一个 有一个一种象征作用 当然它是 你说皮困汗术也好 还是糖笔的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虽然很小 但是很重要 就这么个情况 这是大家看见 这个名单 有很多都是熟知的人物 这个中间有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呢 是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 但后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作品是一个 开放性的作品 还有一个呢 它是一个不断的 在一切进行式当中的一个作品 所以说在画的部分中 调整思路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小人物很重要 因为中国人写历史 从来不写小人物 都是写大海人物 那我觉得小人物 在这个文革史中也很重要 必须把它也记载下来 这个还有一个小人物呢 一个为什么要记载它呢 其实很 大家都说文革大海人的这个 责任是在哪呢 四人帮 所有人都 大部分人都这么说 其实这个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来讲 你看二战的责任 德国人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 叫平庸的犯罪 那些帮着希特勒 看那些犯人的 点火的 杀人的 那些人都有责任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在这一点上 跟德国人相比的话 差得很远 就是说他就认为是私人帮 跟我没关系 其实那些人都做谷歌 也甚至你喊口号都算 喊口号都算 所以有很多的小人物都不知道 甚至有我的朋友 很多 他这里面有一定随机性 有一定随机性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里面还是分类的 比如说政治人物 刚才那个何先生说了 也有军事军人 也有这个知识分子 红卫兵 什么 所有的都想 演员都有 那我对这个作品 做一个描述 这个形态 大家说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画吗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系列肖像 是一种 其实还有文本 还有一个网络的互动 这个作品呢 我一边画 一边在博客上 发布 就是说这人是谁 我画到什么程度 我每天都在发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 当时也是真的胆子大 而且07年 2004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 还是比较宽充的 所以这个事情 一直没有任何人找过谈 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一直就 这个发布 为什么要网络发布呢 是因为做这个作品的初衷 就是让人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 我就这么讲 所以非常一个一个一个 朴实自然的一个想法 驱使了这个很多行动 结果是这个作品呢 就产生了很多的多样性 还有视频录制 你看包括捏原子这些人 还有快大 大富还有什么人 小人物 自杀的 还有普通人 我都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视频 这个记录 我当时想的是呢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条件的话 每一个人下面 有效应下面 都有他的家属 或者他个人 还有别人回忆他的一个视频 这样的话就立体了 就非焦丰满 想是这样想 但是录的很多 我也做不下来 因为我一个人 还有这个社会互动 就是 有人跟我这个交流 或者提供这个新的人物资料 我把它们画进去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作品 就是始终是静停的 而且随时在调整 这是这样的一个 我先给大家讲的 这是一个海报 左边这是海报的设计 右边呢 是在这个东方 就是一个叫东方杂志 封底出版的 这个多少七我忘了 他又把那几个给我挖掉了 因为也是有中文部的文件 这些人不能出现 哪些哪些人 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人都要挖掉 说你要等一些人在上面 因为这个才四五十个嘛 其实我当时也七八十 我说我不补 我说你就这样开天窗 开天窗这三个字是非常经典的 因为在这四九年之前 民国的报纸也干了这事 说这个东西检查不行 就这么空的 就这么发表了 这真的就要发表了 这是太绝了 所以我把这个杂志 这些东西全部留下来 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当时的 文化业生态 当中记录下来的 又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说明 这个作品的边缘性 边缘性 它受检查嘛 这是初版 这个是我之前带来的 右边是第一版 左边是第二版 初版也没说话 这非法了 这是在中国 当然改革开放 就是拜托改革开放 因为有很多私人印刷厂 也有点钱 就是我们这样之间 就可以把它输出了 当然它另一个 你不能拿到正规的书店去卖 要在书店卖之上来查 所以没说话就没收了 所以我就靠送 我印了很多了 已经都是免费送给所有的人 从来没卖过 来录制 这是我视频录制的工作情况 这是播放情况 你看这些展览 那是合作令中文 播放情况 这是博客发布情况 博客发布的情况 我现在开始介绍人物了 介绍部分人物 巴经为什么是第一个呢 因为巴经提到过 文革国管 第二呢 巴经是必开头的 第一个 排列啊 展览都是第一个 所以给它放到前面 大家都认识 咱们就不说了 毛泽东当然要画了 实作文革 文革必须画它 但是大家注意 我画得非常的正面 其实我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很大 但是呢 你要客观呈现 它是什么样 这是什么样 这个里面 这个观点我在以后 我后面还要讲到 就是说 你首先尊重它 是一个人 有些人对 他恨着两个人 把这人丑化 这个是不对的 我反对这种观点 这一张不一样在哪里呢 有字 这是我创作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我后来在画面上 抄录了简历 抄录简历 为什么抄录 我一会讲 刘少奇必须说的 刘少奇 甚至有人说 就是由于他来引起的龙德 这个是吴法宪 我们今天有吴法宪的亲属在这里 所以我把他提到的前面 这个吴法宪呢 是因为 我有他传记 我读了 林彪有四个最好的人 一个黄永胜 一个吴法宪 以作鹏和邱会作 这几个人呢 就吴法宪 我先画 公军司令 这个 有个简历 他其实在后来就是 也是由林彪事件 就受牵连了 受牵连以后呢 他就判刑 但他提前释放 他在 建议中表现得很好 后来在山东 写书法 他的字现在还挺贵 卖的 就是一个 江青 大家看那边 江青之三 为什么之三呢 我画了三张 就是 所以有人要问我 就说 你画一张照片 多长时间 我就跟他讲 时间就是很难确定 江青 这是第三张 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一张 而最有文革 那个 这个风格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他 邓小平 这文革事件 期间的 林彪 之二 林彪我也划了两张 第一张不对 待会我会 第一张是怎么样 大家看看 林彪也是 林彪 他说林彪坏人 我不这么看 林彪他首先是个人 不管好人坏人 他你人的属性上 所以要尊重人权 我觉得尊重人的属性 这个很重要 哦 吴法县 这个应该刚才在那个后面 我调整 这是吴法县的简历 我们就不看了 这是 左边 这是李座棚 后面那种把线 中间是云标 再往后是黄永胜 最边是撮灰座 这四个人的简 这传记我都有 康生 吴德怀 大家都知道 年轻人不多 我就 我就不解释 那边是吴德怀 在文革当中的 这个 惨状 陈永贵 管农业的这个中央委员 这是我在跨农 陈永贵的地方 这是一对 我的这个做的农业 不是受难 反正是 这个我记得 哥文比亚大 不是 那个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 这个 叫王宏 那个 道教授 他做了一本叫 文革受难者 那本书 他也送给过我 他是六百多人 他全部是他采访的 他呢 是 所有人都是受难的 自杀的 被打死的 这六百多人全 而且全是小人物 他的观点跟我不一样 所以他后来对我 这作品也很有理解 他说 你怎么把好人 坏人都换在一起 他就做这个受难 我不是这个特别 我觉得文革 我是呈现 我先不判断 我不判断 所以我这个作品 也有这种 幸福的人 在文革当中 这两个人是我好朋友 文革当中呢 他是飞行员 那个男的 王凯 他跟那越南 打西沙的时候 他把越南飞机打下来 打下来就毕功了 然后呢 就特准他 跟他那个叫 乔晓红结婚 这文革中间 在军队是不能结婚的 这五十元才结婚 特准他结婚 这新婚照 也话很大 所以效果 也是不错 他使这个作品 就有很多的 这个多种解释 陈凯歌 你们也见过陈凯歌 年轻的好帅 这是陈凯歌的 这是我拿的照片 就是他实际上 这个陈凯歌的原始照片 当然也不是太像 这大体像 八九九成吧 那是你拿的 那是我后来 你的大伙 您的衣服都没画完呢 今天一本有没有画家 我就 这叫王庆平 他是这个 北京梁家园小学的 一个老师 校长 在文革中间被 就是批斗 然后跳楼 自杀的 因为他 我跟他家属 很熟 这个字 全是他简历 没有什么 那个 别的内容 左边是英文 右边是中文 这个 各位认识 上官云珠 他儿子 我也做他的 访谈 这个叫 闻凤英 你们知道不 这是花 黄梅系的 安徽的一个 特别有名的人 但他死得特别惨 他死得很惨 我就不说了 曾慧燕 这是我们世界日报的 这个 你认识吧 和美国人 认识 因为我今天告诉他 我说在纽约的时候 我特地要放他 你们笑笑 因为曾慧燕 也是文革中间 有很多的故事 从广东到香港 他写了一些解敏 我把他也放到里面去 他年轻时候 你看 多漂亮 聂元子 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这是文革中间的 算始作永哲之一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说大字报好 就是全国的文革 就如火如荼 起来 他是北大的 哲学系的女孩 书记 我采访过他 我跟他很熟 你要拍这个吗 这是展览开幕的时候 他来了 他在他的那一页上面 签字 他签字 走不动了 居然还活着 这个展览开幕 我待会给他讲 这个展览开幕很有意思 就是文革的人物 在文革后 从来没有各种观点的人 汇聚一堂 就是有施害者 有受难者 旁观者 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是那天开幕都来了 我来那天我挺激动 就是我没想到 所以也没有注意 专门拍 当然有人拍录像 我其实应该记住下来 就是 我把我的一个讲演 临时改变 就是拿我的书来介绍 在场的这些人物 亲属 或者狠人 反正因为那边上千人 所以介绍这些人 因为来大部分人 都是精密国务多的 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没见过 而且张志兴家 玉罗克家 这都是典型的受难者 这个逆原子 这肯定是加害人 这些人都在一起 聚聚一堂 本身就变成一个 一个行为艺术 这些人都完全没想到 这个呢叫王农芬 这个王农芬呢 这是现在德国 其实他在文革中间挺有名的 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很有名 你们要如果了解中国文化的 稍微深一点的话 你们就知道他 他现在住在德国 这是我画他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觉得这个照片特模糊 其实是不得已 为什么呢 你们看啊 你们看 这个照片是他给我的 他在前面 这个地方 很小 在这儿 这照片这么大 然后在上面抠他一点点小的 那个头像 下来 就是这个 他是文革中间 也是可歌可泣 他是毛泽东 在天安门接见 红卫兵以后呢 他给毛主席写的封信 说你把中国 引向一个 就是威胁的境地 他给毛主席写的信 你才逮到他 写完以后呢 他又在王农芬 买了四瓶滴地味 给喝下去 在苏联大使口门口 结果后来给救活了 没死 后来就判了无情人行 1979年才放出来 33年就出来 出来后呢 他就 现在他是 因为他德文专业 他研究韦伯 一个德国思想家的专家 他现在住在德国 这个照片 你们大家一看 这是1962年的照片 我这个肖像有个原则 就是要画 1966年到1976年 10年间的这个脸 但这一张呢 没办法 后来呢 不画他 他就没他 他会专门写的一封信 他给我写的 他说谁没照片啊 我也有 结果呢 他是因为犯事以后 把他们家 搜了很多遍 所有的都没有 所以没办法 他给我给了这个照片 就是他给我写的信 我把它放在这里 而且他的这个作品 没有展出 因为这是展出之后 这个画 这个人年轻人也不知道 春苗的主演 叫李秀明 李秀明 李秀明 对 他是 我记得记错了吗 哦 应该是明亮的明 对对不起 他是当年 就是文革中间 所谓年轻人的偶像 也漂亮 他这个形象也符合当时的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 很阳光 很向上 但也是一个精定的一个符号 这个人叫金逊华 大家都知道 这是知青的经典 他是为了旧这个生产队的木头给淹死 我画了两遍 开始的时候我找了一个照片不清楚 后来我跟他妹妹一上 他给我搞了个很清楚的照片 我又把这上面又重新覆盖了一次 又画了一次 这也是知青 但这个知青情况比较彩 现在还在延安 他是北京知青 因为没背景 所以就留在延安 然后跟当地农民结婚 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了 我是一个朋友 我提供了他的材料 李秀清 刘秀清 这是我母亲 反正我那时候要画小人物嘛 我母亲也是小人物 他在伦敦中间也是造船队的 你看他底下那个红袖章就是造船队 我记得很清楚戴着红袖章 然后前面那个胸盘的就是 毛绿与路归人服务 这是我妈戴了一个皮帽 新疆的 你看这 我妈是个很惨的人 这个我们以后要如果要有结果就说 所以我给大家做个纪念吧 这就是李真盛 李真盛现在他加入的法拉盛 其实你机会可以请他来讲解 是一个文革摄影 他原来是黑亭江日报 他拍的照片非常多 这是我的书的设计者的父亲 也是作为小人物 把他画上的 大家注意这个字是他自己亲自写的 因为这就是我开放式作品 有些人 江青的我就得写了 我不可能把江青的家属请过来 这个人现在还很好 书法家 他就他来写他自己的简历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种我也进行了很多 有很多清楚写的 亲自本人写的都有 这是本人写的 这个是一个展览的现场图片 左边是景博站 北大的学者 很有名的 一个维吾尔州的一个学者 那边是江青 这个也是记码开头 右边这个年轻人不太清楚 叫玉罗克 年纪大人到 这个是文革中间最经典的人 27岁就被枪毙了 这个是他的肖像 我先说这个肖像 这个肖像的脑门上有个黑质 我在这个照片上就发现一个黑质 我就很难画 因为把那个质画得很自然的上面 先因为我画完以后 结果他那个妹妹 玉罗锦 从德国国写的东西 说我们家哥哥的脸上干净的很 没那质 强烈要求我来改 结果我也没改 就是这个画 因为现在博物馆里 所以还有这么一个插曲 他是怎么回事呢 就看这个就明白了 他主要是 他们家出生很糟糕 所以文化在那中间很惨 找不上工作 发表不了东西 考上大学 所以他就因为 他看了很多书 所以他就不服气 他就写了一个出生论 这个出生论意思就是说 人生来是平等的 不因为你是地主的孩子 你就是地主狗仔子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文革中间居然是 全民共识 大所有的人都认为 你是地主的孩子 你就应该是 叫做建民 当时世界已经是 文明几百年了 中国就这么黑暗 你看文革中间有多可怕 所以 约翰克写这篇文章一波 影响很大 因为在中国呢 建民的人数比例不少 地富法没有的家属很多 所以都拥护他 但是呢 那有关方面很气 很生气 抓起来 说他是大乳草 西奔宇呢 都说他是大乳草 被抓了以后呢 就 受了八十多次遇使 最后还是枪毙 枪毙的这个签字 据我现在所了解 还是周恩来签的 签字 最后我还是 他其实特别不想死 可怜这个孩子 就在公体厂 宣判死刑 公体厂能做多少人 一万人两万人 那些人喊口号了 他没责任吗 实际上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说普通人 其实应该是 要好好想一想 其实到最后 北京中心们反映 生态不罪 最后也是改革开放 平反 但是鱼游客现在已经 基本上不够有 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时候 拿了一个他的画册 这个画册里面 鱼游客 这个书是必须收他的 那个 那一 介绍 他的弟弟 俩弟弟都去了 在现场 这个宋宁兵 那就太有名了 这2014年初 他道歉事件 这个现在 在全国 包括美国人都知道 因为他就在 马萨州塞的一个 政治部门工作 为什么这个 宋宁兵为什么 影响这么大呢 关键是宋宁兵上学的学校 是北师大女处 是当时的高干子弟 上学的地方 所以你看当时 邓小平的女儿 刘少奇的女儿 都在那里 北父 北师大女处 这是一个 他们资源广 所以他们的事情 就是 这个广为人知 第二点呢 就是 他们那个校长 叫辩重云 是文革中间 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 而且是被女生打死的 这个事情就是 在这个文革史上 这是一个 必须要记载的 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看宋宁兵的 这个在这文革中间 他给毛泽东 带袖章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右边 这个就是 辩重云 和他丈夫 王精尧 画这个画 还有个故事 我前后画了两年 第一年 先画了辩重云 当时找不到 王精尧的照片 后来呢 终于我拿到了一个攻盘 叫 我虽死去 我不说这个作者是谁啊 自作者姓胡 结果呢 这个我截图下来 还能拍得很好 其中就有王精尧的照片 王精尧呢 也有恒忧 他现在还活着 九十六岁了 他还有故事很多 他就是被打死以后 一直要上诉 结果也没人受命 就是说是过了追溯期 这是那个观众在那读 他们的简历 这是他们的寻家照 和四个子里面的多幸福啊 中间是他们两口子 还是四个孩子 这是打死以后 这个电中英被打死以后呢 第二天 这个王精尧就用三个月的工资 买了一台照相机 把所有的戏剧全拍下来 拍下来以后 他就想呢 是我要 告 我必须要申冤 所以就做这些照片 都拍下来 这是血逼 这个是展览结束的那一天 因为我经常去我的展览 结果有一天就碰上他来了 因为其实我跟王精尧联系不上 后来他听说 有他们两个肖像 就那天就来了 来了这是我拍的照片 他们站在 你看这个肖像多大 所以他视觉的震撼 还是意愿还是很大 那么先说这个 就是宋冰冰 其实宋冰冰 其实并没有动手单 他网上有很多的 这个传言 说他打死了五六个人 这是胡说 这是胡说 因为我 他们的同学 我都认识很多 王有青人 他同学 还有很多人 还有叫徐小弟的 一会儿这个照片会有 他是没有动手 但是呢 他在某些方面有责任 他是当时 宋冰冰的负责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这个女的活活被打死了 没有任何人 说他们是凶手 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认谁打的 你看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人们这个心结 一直是放不下的事情 宋冰冰就道歉 宋冰确实没答 但是他呢 就最近 也是道歉的一个镜头 他年轻时候照片 这个照片啊 网上的原始照片 实际上是我先发布的文献 这个左边年轻时候照片 是我千辛万苦找的 通过一个人找 找到了 找到以后 因为在我的博客上发布 就传开了 另外我还想找一个人的照片 没找到 到现在 谁呢 就是第一个提出老子一丑玩儿好汉的那个人 这个叫什么来着 后来是国家图书馆文长 在图公国务院院长 就那个人 怎么都找不到 没办法 到现在我还放了 没办法 但他就找到 找到以后 就画了 画了他这个肖像 我觉得他是一个相争性的人 所以必须要把他画下去 宋冰冰也许不知道我画了他 这下 接下来一个人物 这是叫财梅城 他们家 这是一个 我这个创作中间的一个经典 这就是财梅城 在民国时期的照片 下面这两个儿子 就是靠右边 这边叫周西蒙 这是我们的人物之一 那边这个是叫周西勤 他弟 这是周西蒙的肖像 这边的这个女孩 是周西蒙的一个女儿 周西蒙是自杀的 是这个落鬼自杀 在北京郊区的昌平 铁路 亚死 那个是荣誉英 但是他爱连他前几年 在我的画室都已经老了这样 这是他弟弟 在他哥哥的 刚才那小男孩的那个人 在亲自来写他的简历文本 他就是议论江青的婚姻的事情 就被同学揭发了 然后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他都跑出来他是上北京地质学校的学生 27岁就要自杀的 这么一个情况 我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以前不认识 他们家有个亲戚啊 喜欢看画 听他到美视环子 知道了 后来我在我博客上 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我要征集 文革中间的故事和人 还有照片 他们家经常就看我的博客 发现了就寄来 就认识 认识以后呢 哎呦 他给我资料最多了 几大箱 包括他所有的 包括周星宏的学生证啊 来信啊 包括柴梅城 还有巴经理柴梅城的电报 柴梅城跟那个巴经认识 柴梅城先生是谁呢 叫周 周 哎呀 中科院的就是古生物所的所长 是院士 原来普林斯坦大学毕业 从台湾跑过来 他从国外跑这来 然后他们两个从台湾 转到第三国 四九年 五零年跑到北京 这样的问题 故事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他把这个孩子带来以后 你看老大就农牧队中间自杀了 所以这个柴梅城呢 心里就特别难过 然后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也自杀 所以他们家死俩 然后这个人呢 我们就 他们又开始从国内以后往外跑 就是这个 其中就是农玉英 刚才我讲的那两个人 就去大事本签证 我给他签 后来就 就讲了这个故事 居然把那个领事馆的领事馆都讲哭了 就过了 三天都住在洛杉矶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还很好 还望 这个老头 去年也去世了 就是癌症 癌症去世 这就是 有人老问我 因为画大呀 我画了九年 画这么多 有人就说 你画 到底多长时间画一张 我就说 我说 其实是长短不一 有些很快 因为这不是一张 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的那个油画 长短 其实都没有关系 长短都没关系 这是我一张就网络上的 我的照片都不知道到哪些了 你看 你们看 左边这张林彪 跟我后来发布的不一样 其实这个林彪是错的 我画完以后它不对 因为这是五几年 林彪那个穿着的元帅服 他不在我们的期间 那我就把它废了 就扔一边 中间那个叫水天光 这个不是个大人物 右边毛泽东 你看 这是第一张画 毛泽东 天安门就正面了 后来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好 还不经典 右边那个江青 我也是画完以后 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江青呢 这个是1978年 在审判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也不对 所以我画完以后呢 我也重新把它 就不要 就放到旁边去了 这是第二张 后来我又找 这张还真是文革时期 这张呢 我还找到它 这是谁拍呢 就是红枪一个摄影师 没有名字 叫姓吕的一个人拍 他写了 这是江青 马上就一周围后就被抓了 在景山摘苹果出 已经76年 马上76年 你想吧 我真正发布那个照片 江青很漂亮 人是很快的 十年 这变成这样 因为很憔悴 我觉得还是不对 我觉得还是不是文革那个状态 所以这张我也后来也没有把它收到作品里 最后再画这个 我觉得这张 这张呢 好朋友也找到 到潘家园 今天找文革这东西 找来一封呢 结果找到这照片了 我把那个人给我要一万块钱 我哪里买的钱 当时零几年 后来我说我能拍一下 他说你拍一下五百块钱 我说行 五百块钱可以 我就拿相机正好带照你 拍下来 过去画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照片都比较难找 现在我发布了很多 因为我发布以后 他就像那个病毒复制一样很多 王靖喜也会画两张 早期一天找这个 画这个 我不满意 因为这个 他的照片特别模糊 画的就没 我觉得模糊不过瘾 后来找了那一张 在也是看见有人找到一个 大庆的一个宣传册 有王靖喜的铺铺 就那时候没画完 你看衣服都还没画 右边是那个林彪 还有那个狼靖姚 姚文玉也画完 你看我真是辛苦 这个左边姚文玉也是盛世纪的 一张画 右边呢 大家看 这张 我找到这张 这张是文革中间的党代会 好像是1973年的 文革呢 哎呀年轻了 这个比较经典 所以我就用他这个照片 出版你看 两本是第二本 第一本中间是用的那个 战兰开幕 第二本出版 我就改成这个 哎 这是也画了两遍 所以我对创作还是很认真的 这个 这个就是画的过程 这刷子也这么大 这其实都是两米五高的笑项 你这画的情况 中类画两个 第一张也不对 五十年代的中类 后来呢觉得不行 画了一个七六年代的 很憔悴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得癌症了 但是大家都熟知这个形象 这是工作状态 这张呢 连林家的人都说好 这是林豆豆 林豆豆 哎呀我刚刚是没跟他拍 我们俩 我们俩中吃了个饭 他就说 哎呀就是你画我爸画的最像 就是因为我不带偏见 我这张作品呢 也后来有很多骂我的作品 但是我给你看这个反对意见啊 就是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聂元子呢 那天从轮椅上下来 我不知道 这是在网上发现的照片 他站在那里拿了过去一张 他认为是最漂亮的照片 他那就是他对我有意见 他认为我没有把他最好看的画出来 所以肯定是这样 所以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我一个见他 我要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照片他带了 他还是有准备的 他就去了那一次 带了一张哪一张照片 站在那 后来在网上看到 这个是黄帅 很有名 这是之前的黄帅 后来写了字 大家我要讲讲 这个写字的事情 这个零几年 展览后没多久呢 后来武汉美术馆 有个馆长打很大 他是市政府的美术馆 他说你能不能在我那去查 我当时很吃惊 我说行 我就运去了 运去无一开始 前两三天呢 这个宣传部队就来 查了两次 一下刷就很多人都不能展 这个黄帅呢 还凑合能展 挺好看的小姑娘 一看简历不能展 简历也不能贴 就说你就展可以 有些人就不能展 有些人就简历 整个简历都要去掉 那不是开玩笑吗 你先去掉那个老百姓 一看着是美女 年轻人等于没有用啊 所以我回来 零击动 我说我以后 干脆把那简历写到上面 这样你只要展画 你就能看到简历 结果呢 没想到促成了 一个什么情况呢 他这个写字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 小突破 因为在画面上写字 国画油画闪 而且我写过脸 就像一个网一样 你还能看见它 实际上把照片的感觉 给破坏 实际上还是很有点意思 所以这个我就陆陆续写了很多 但是没写完 因为一百多张 够我写的 我所以就现在写到 写了一部分 这是原来 这个比较著名的 叫水天忠 是一个批评家 那个人发清楚 这个时候 我多少发现了 他们家上面有一个博客 这个人呢 其实挺重要 他们是水家 水军义 就是他们家的人 这个女的是水军义的姑父 水家是在甘肃 是个打架族 当时国民党时期的 教育厅厅的算贵族 他们家很多人 有时候机场聚会是叫我去 去见他们 他们因为这个水天光呢 为什么他们特别 一个心结呢 就是他是76年的时候 被批读给打死 所以最后是在水里 这个捞出来的 这个情况 所以我把它画 他们也是很特别感激 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刚才讲的周西蒙 有一个简式就没讲 就是周西蒙家呢 周西蒙 就是那个周西蒙家也是 他那个女儿啊 没见过他父亲 因为小的时候 他父亲就是 卧鬼自杀 前面我画过 也是曾经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自己画 他爸爸给小型 他学过画 然后自己开车 开到阿里的一个 特别高温庙 他爸爸没小型 供奉在那里 大家都是有这个心结 因为没收尸 那个自杀 能不能大家在中间 收尸也不行 你收尸 你自杀就是反革命 自决于人民 自决于党 所以很多不敢收尸 所以到现在就是没有目的 所以后来我这作品 反正还是对他们个人来讲 还是觉得是这个灵魂 放在这个作品里 有一个地方 这是张志欣 大家都知道 这是文革中原经理人 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了解 这是张志欣 很有意思的是 他是我们人大的校园 按人大出来 他们家就住在我们家后 因为当时要画文革 你要考虑十个人 我必须要活到张志欣 你比如说一百 所以最早我最先我就找他 他们家就在我们那个画室后面 就有二三百米 就在那里 哎呀 人家那东西还在呢 他妹妹呢 也当年很漂亮 在这个肖像前面 这个前年 他们一家的张志欣 好几年来到我的画室 左边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 是个小提琴家 我给他光盘拉的 那个非常严重水平很高 到画室去参观他 这个张志欣的肖像 很巧 这个毛泽东肖像不是我故意摆的 碰巧是在一起的 碰巧是在一起的 我先冲了手法啊 大家一看就是一个是 征集下载 现在这个百度太厉害了 我们在座各位 基本上只要你在网上出过照片 一定能够搜到 所以我利用这个 很多图就是利用这个 百度的搜索功能 搜索到 还有一个叫签计协议 你看我的工作有多大 普通人的肖像是有保护权的 毛泽东这一类的名人没有 所以普通人的我都签 不签上以后 他那个就是乌场上的使用 否则的话 将来有个法律这个麻烦 然后呢 就是第一位访谈 还有简易文本的真传写 还有网络的发布 抄录 这是我找到的这些照片 有一个很小的 照片资料 这是照片 这个提供的 这是周兴蒙 这个是快答复 清华大学的红文兵司令 他有人命在身的 结果他文革没结束 就被判刑了 就抓起来 这个关道清函 这是我采访的一个视频的截图 他好不容易把他请了 请来 他反正第一题文革他只要讲几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样跟毛泽东讨论什么什么 第二件事呢 他就说在法庭上跟法官辩论 说我都是按毛泽东的事办的 你们为什么要判我的刑 不管他 反正就有菲尔的判 判了十三年还是几年 第三件事就是讲黄段子 我希望他能听一个 就是他对文革是怎么看法 他对他自己的作物也有什么不讲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学化学 所以说人文精神还是缺的 所以缺凡是反思的 所以现在他还讲了 就是他从深圳做生意 回来北京 他有好多同学也是 现在挺重要 但是那个刘廷宏他们恨之路 就是那个刘少奇他们家族 因为他把毛泽东给骗到 清华去批斗什么之类的 都是他干的 我画了他 但是今天没有图片 这个文革人物肖像呢 要画一下 这是我刚刚自己说的 这是一三年我画的 这是谁呢 毛远兴 毛远兴是毛泽明的儿子 是他的一个蒙哥中边 其实他是叫辽宁省各国主人 张志兴是他 张志兴实际上是他批杀的 他让他杀 他杀了算了 好像有一个情况 给他资料 他的肖像太难找了 哎呀 最后终于找到一张 这个基本上是侧面 因为我相信大家看了全正面 这种侧面很少 毛远兴 这是邓拓 就是人民日报的主编 就是经典的共产党 但是1966年5月16号 就是毛远兴有一个文件 发表第二条他自杀 这个这是去年的话 以前为什么的话呢 没找到合适的图 他很有名 他有三家村嘛 邓拓 如涵 廖莫沙 这是三人 这是一个文革的 一个不可能逾越的一个 错过这个人 这个人叫王海荣 是毛泽东的亲戚 也是集权升天 后来是外交部副部长 他还好没有受多大罪 最后就 没有 就是 没有牢狱之灾 回来就过去 后来你想 我抄的胆子越来越大 就整个画面全是自货 这个作品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呈现历史 大家就说了 你这个没关系 但是 我这个作品 是针对什么的呢 针对遗忘 大家文革不是忘了吗 都记不起来了 我这是针对遗忘做的作品 关系太鲜明了 我不说这个谁好谁坏 文革好文革不好 你自己去判断 主要是让你知道 文革是 这人长什么样 他人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作品在西方是没嫁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西方 所有的历史是公开的 不会被屏蔽啊 所以说 这个呢 就是在西方 你要这个作品到这来 因为好多人 对这个作品 没什么信心 你说这个 肖像武 有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关心文革的人 他就比较注意 所以要有语境 语境就是说话的环境 这个作品在美国没效果 但是在中国就有效果 实在语境 那么这个作品呢 刚才说了 文革博物馆 将来日国语 因为全国的画家 只有我一个人就正在 文革博物馆 这个作品一定是放到里头 肖像武 教科书 或者叫做视觉档案 还有一个 我一直在讲 网络发布了 比方说这个 这个征集照片了 抄写了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叫 艺术的方式 这个呢 实际上是乌星当中 使这个艺术家 在探索一个艺术表达的边界 就是什么叫艺术 什么叫不叫艺术 这个边界是 其实是无限的 这一点呢 所以有人说 这个东西不是油画 其实没关系 这是媒体关于这个展览的报道 其实当时真的很 因为 文革接触那么多年 没有任何严肃的正面 表达文革的作品 所以就出了很多 这种忙太多了 其中有一篇 我这两个人翻到 就是有一个人写的 就是叫冰点观察 冰点观察后来被关了 冰点观察呢 写了一篇报道 他主要是写这个作品 这个展览呢 叫波兰不惊 没有被关闭 我们快接听美声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作品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反对这个作品的观点 我总结了几条 第一条就是 没价值判断 好人坏人在一起 那这个我前面已经解释了 我这个作品不是做判断 我就给你呈现 你看 你说将军长什么样 就是那样 漂漂亮亮的 让大家看 将军看简历 联合起来看这个作品 大家会有一个判断 主要是给业绩人看 文革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呢 就是他说 你这个作品不是当代艺术 大家注意 其实艺术就好了 为什么不是当代艺术呢 因为现在在中国 当代艺术最火最贵 就是最好的高级作品 你学院的传统艺术 就是第一级作品 那么他就传说 你这不是当代艺术 其实我也不这么看 我当然从我个人讲 我讲 我什么作品无所谓 不要有评价 但实际上来讲 这个作品是当代艺术 因为当代艺术 有两个判断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 你作品的形式要用心意 我用肖像呈现历史 这样的方法 当然中国艺术上 没有出现过 这个是新的 第二点 这个作品是被打压了 虽然没有给你关闭 但是你永远出版不了 你书也是边缘的 没有书号 你展览不可能在中国美术馆展 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 还有一个呢 他说你这个肖像风格是喜实的 其实他们错了 这个肖像 每一个肖像 就像比加索的作品 一个小局部 是一百多个肖像 放在一起 是一个作品 这样去看 就有点明白 这个作品的意思了 不是看一张 你看一张 比如说看一毛泽东 你是我说歌颂他 还是批评他 都看不出来 你必须把毛泽东和张志欣 或者于楼克 或者江中放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连看的思维 才对这个作品的意思 有所把握 不是油画 第三点 不是油画 这个呢 也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当代艺术 的艺术 无所谓拿什么话 油画 摒息 素描 都无所谓 这都是 这是比较低级的 这个反对界 第四点 就更不应该 更不值得一国了 就是那个 艺术不应该设计 政治与历史 其实是不对的 艺术其实是一种舆论 应该关心当下社会现实 社会现实是什么呢 不是政治与历史 社会问题 这都是跟政治有关系 艺术指引下降 这个也不说了 不能在市场流通 这个呢 也是我追求的一个 我一直是在给大家说 好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要远离市场 要流通的越历 你这个市场 这个价值 实际上打折 特别是你在追求 这个市场下 这个过程中 你的作品实际上 是没有生命力的 你想想想看 你想卖的好 买画的人水平 是什么水平 你肯定要领钱于他 你做的作品 肯定他是不懂的 你能卖掉吗 干脆也别理他 人家有人说了 说你画这个作品 这么大的量 花那么多钱 你是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是教授 所以我不敢到宋庄去 辞职到宋庄去 当一个社会的流浪画家 我支撑下来 那我现在在大学当老师 再多 再怎么差 饭吃 有饭吃 有衣穿 有防腐 这别人 但是你要做一个好作品 这对于宋庄来讲 是根本性的 这就是我的创作改言 就是要干一季 我清平 刚才你说 市场保持距离 再一个是 要清楚与经验 关注社会 要使艺术作品 借入社会 这个是一个 我的一个最重要的看法 所以我在我们学院 我当院长的时候 整天给我们学生去讲 我说你们一定 不要在乎 你们的技巧高低 没关系 主要是 你关心这个社会 就好 再一个是 坚持独立思考精神 追求艺术的人文精神 这是我的那个 工作室的 应该是最后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凌晨 我自拍的 我呢 画这一套作品呢 就是 基本上 那就是节假日 就没有休息过 因为我觉得 这个 我小时候呢 因为学画的时候呢 是把画当作为饭碗的 因为我们家当时 是反毒病家属 很穷 所以我当时觉得画是能够 画画能够吃饱饭 没想到画能够别的意思 所以我就养成了 从来特别用功 那画这套作品的时候呢 都是凌晨三四点 四五点钟 三四点钟 就去工作室工作 这样工作到八点钟的时候呢 去上上课 这样的话呢 我的时间就保证很多 所以这是马耳上 自拍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 星期六 星期天 春节 春节我只星期一天 初二就开始工作 所以工作的量非常大 所以积攒了一百多张 这个肖像 这么一个情况 换中天就说明结束了 所以我接下来 大家就是跟各位 有一个互动 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有个讨论 好 您说您说 首先感谢学教授 我觉得你的演讲 让我重新回到文革 历史上代 我觉得您做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 可惜我不是画家 要不然我真是会 非常支持您 让我们做什么事 好 我就在您身上体现出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性和责任 另外体现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 未经风土 我很敬佩您 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您这个一个人单枪匹马来作战 面临文革这么一场大灾难 这么多人受难 您是怎么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您取得联系 讲上这个故事 对 面对这么多故事 沧海茫茫 你怎么选择 有一个原则 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作用一个翻走歪 您走一走 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去王永勤那样的办法 就是我全画受难者 后来这中间就有一个叫王宁玲的画车上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回头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出版 这个王宁玲是个理论家 他是一个对文革很关心的一个人 他以前我不认识 后来我在网络上发布创作照片的时候 他一下发现 他给我起了公信 他说这个 他知道有一个人正面表现文革的时候 他一晚上就说 他就跟我联系 联系了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交谈 后来他知道 我的创作思路以后 他就给我提了个最重要的意见 他说你千万不能全部都是受难者 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 他说你要是都是受难者 就会是什么情况呢 就可能是一个叫庸俗社会学 这个庸俗社会学 我真这个学术的含鸟 我不是太清楚 我就知道这个方向会偏 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就接受他这个建议 一下就收进了很多不是受难者的人 包括我母亲 还有很多像包括那个 解放军战士 这是一个重大的条件 第二个呢就是战武心里有数 我选择我有一个心里有个类型的 比方说简博战 他是北大的教授 教授领评 文学家老舍 老舍在这讲过课是吧 我今天其实名单上有过 没人他拿他的图像 那这是文学家 还有演员 还有各种人物 他都有个类型 我大概心里有个数 但是这个那边有随机性 有随机性 就有些过多 反正是我要划一辈子 有些人从拿来的这个肖像很好 故事很感人 像知识分子多一个人也没关系 就这么一个判断 在一个模糊状态中再走 大概就是一个选择 反正我整天沉浸在这个里面 你看刚才讲的那个四人 跟那个林彪在一起的四个 转九龙 我是现在变了文学专家 整天跟别人打交道 可以展示一下 吴华县那个人说 哦对对对 刚才在哪 刚才那个吴华县的孙女在这里 哎呀我特别感动 就是他也来了 刚才外孙女 外孙女对 这个书呢 这个书呢我在香港买到 这本书买到 他今天来历后呢 给我无法亲自刻的章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诶是给我拍一下刘文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是 因为我没想到跟他 结果他跟何显人认识 所以今天来 所以也挺有意思 今天这个这个话序 来我发给你 我听到你介绍文革这个 我很感动 我在网上也看到 谢谢 我前讲了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大概你们可能并不知道 但是中国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创作了一张画 我准备寄给毛泽东了 他没寄就受批判了 38年后 第去年 中国艺术学界 这个全国的康复 半年出一本 把我这张画发掘出来 这个就带图了吗 大家看 分享一下 我带了 但是我包不在 这张呢 这个是东南大学 博士后写的篇文章 黄树九 这张画 可以和罗忠一的油画附近 相提并定的伟大顿 比罗忠一更早 这是原画 我这个不商人 你不要描述一下 这个画是什么画面 我在苏州 当时呢 我1976年 1975年 秋天 夏末和秋天 我就勾思了画一张画 为什么 那当时都说文文大革命好 文文大革命就好 对不对 那么我就开始勾思了 实际上 文化大革命并不好 对不对 这个上游天堂 下游苏黄 我在天堂生活 天堂老百姓 种田就吃蛋糕 吃不饱肚皮 这时候呢 我就开始画一张画 但是总之 没找到这个点子 最后呢 到76年的一月 元旦社论 发表了毛主席的诗 其中有一句话 就到处赢格验 我呢 马上把我这种画 画个苏州老太婆 前面放一个篮子 篮子里有两个油瓶 一个男人花布盖子 手里拿两个鸡蛋 眼睛汪汪的 这时候呢 背景呢 是秋风扫落月 落月留下来 后面呢 一个大平板断来 非常醒目的是 到处赢格验 写着毛主席 到处赢格验 而且我写了三首诗在上面 一斤两个蛋 可汗无人换 若问阿婆亲 何代道吃饭 你不到吃饭 这个阿婆 种田的他没有吃饭 那是哪一年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 罗纳阿明哈姆结束 而且这是第一次 这作品你可以 我给你一个名片 你可以就是说 电子链发给我 我可以可以 收集到我的这个 合同片里 我还告诉你 最近文化部 还有全国人大 给我打电话 要把我的经历 把我的一些作品 收进建国六十五周年 那个出的书 就是那个作品吗 不是这一张 但是我有个条件 有个条件是 这是我人生转折的 一张重要作品 要把它收进去 而且是被中国的权威机构 认为是和罗宗立的优化 相提并定的伟大作品 好 这是不是我自己讲的 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他 对吧 是个伟大作品 对不对 而且原化比罗宗立更早 比这是中国化的母亲 您贵姓啊 我姓方 叫方树九 我们这样的好吧 我们下来再河通一下 我给你留一个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下来 对 因为把时间 好好好 我讲 我希望你做什么东西呢 因为人大办公室给我打电话来 你要把我的经历 把我的东西收进建国的 叫歌颂中国怎么怎么怎么 我提一个条件 我希望把这段话发表 后来他们没有声音 可能 对 但是文化部 中国信息会编一本书 答应把我这段话收进去 而且他样考已经给我了 马上要出版了 哎 我这段话前年我在南京博物院福报室展县展出 国家邀请我回去展 我展出的时候呢 我这段话拿出来 在美国吗 在美国吗 谁呀 这个话 在我家里 我在我带出来 一定有给我看的 那那行行行行 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东西 也可以介绍给大家看 对对 我就希望你 要注意传播 而这些作品就是这样的 我也 咱们讨论啊 对对对 这个作品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讲 你放在家里以后 你在这说好 你说半天 你不如拿一块给大家去看 对对对对 你希望半天就伟大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看 这是一个博士工人呗 我知道 对对对 我希望你什么东西 现在文化部 我不讲话 人大 他不发表这段话 我做南匿博物业 国家就讲了 你这段话 不要讲 这就我不要讲 所以说我希望通过你 行行行 这个 你不是啊 不是那个郑先生不是吗 是 是他看过 对吧 他说这里 他看过 这样吧 我们再留一点时间 给其他观众 还有没有要讨论的东方 来 学长 你现在 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 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跟你说了 对哦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作品啊 就是 体量特别大 你们大家看这个画纸里头 就是一张那么大 而且那么厚 它虽然没有外框 它要几十张放起来 也很厉害 这个作品呢 就是 有意思是 就是我是反对 这个艺术 艺术作品市场化的 当然就 这件事在这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有些作品 就是前辈的作品 你必须先不管市场 当然你像经典作品 林丰棉啊 吉白这作品 当然市场有没有通 但有些作品不适合的 你这么大体量怎么有通 所以我当时也准备牺牲了 我准备 这个献身了 当然有个英雄情节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出的疯狂榜 那时候有个疯狂榜 就是不管它 3D2P 不管后果 我先这么划着 最后呢 居然 我的这个 有一个姓家 就是他们经常才帮我 说你对市场怎么看 我有一个看法 就是市场这东西啊 艺术市场的东西 你不能远 也不能近 对艺术家来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有独立思考 但是我尊重市场 艺术市场它是客观存在 艺术作品 有时候它就是商品 那所以说 我是尊重的 但是你不能跟它 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呢 也是非常幸运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还有一点奇怪的 有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现象是 因为经济发展以后啊 收藏家群属 第一批的时候 全是土老老财 没文化 因为它卖那些 举言实东西 但是接下来几批 全都是文化 现在的 这个就是 收藏家里面 有一部分吃 就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的 结果呢 就是我就碰到这些呢 非常运气 就是这种人在这收藏家 挺比不算多 但是因为我太印象大了 所以有人找过来 就是专门收藏这个作品 现在这个作品在一个私人博物馆 在一个私人博物馆里头 很大的一个集团 它这个博物馆呢 现在就在那个 大裤衩那个电视台后面 正在弄那块地 它不是专门成年博物馆的作品 它是中国民营最大的美食馆 泰康 它可能会把这个做到里头 它是个机构 其实当时有私人都想要收 但是私人收有个问题 它能不能拆开 把毛豆拿出去就卖了 那都行 所以说我就给它这个机构 那价钱我也无所费 这个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公益的东西 你就要能够放到一个地方 不用我花钱 你说我要放 我还是花钱租房 那我已经招架入 所以说就在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公立的博物馆 国家美术馆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也不参加 就是中国美学做的任何展览 因为没有多大意思 因为它的那些题材 都要经过检查了 所以你要有独立思考的 作品 不可能入学 所以说 主席 您说 主席老师 我就想问一下 你现在画所有这些文革的作品 你是不是国内政治上 有很大的阻力 包括你刚刚讲的 所有的美洲教协会 他们其实不选你的这个作品 然后你在画的作品里面 包括苦难者 也包括那些 不是受苦难的文革当中的 而且这个表现的形象 你就是把他当时的情况 客观的表现出来 那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对你 推广其他的这个 有关文革上面的作品 有帮助 还是国内政治上 还是对文革 还是尽量不及 或者是尽量把它 每的码子都要去放大 把它缩小 对 您做一做 谢谢 还是这样的 就是您这个作品 这个问题也是每次都有人提 比如说 有人提的 就是我在前两天 我就说讲 因为在威斯康星 麦迪逊 然后还有UCRA UC不会都讲过 其中呢 这个问题一定是有人问到 其中有一个为了最直接的 就是威斯康星一个学生 他说 徐老师你不害怕吗 就是这个 就是你这意思 有没有压力 我觉得是有的 压力也是有的 你不要说 你不能出版 你不能在国家的美术馆 这个展览 这个都其实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只要有独立思考的话 你应该早期的时候 我小时候学画画的时候 我想 我的画能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我这辈子就够了 但是现在我想 我的作品 如果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我觉得有点丢人 你看 想法变了 所以就好办 再一个呢 就是说 我这个作品 实际上做的是比较含蓄 做得很 不敢说聪明 也不敢说智慧 就说聪明 就是它是中性的 我跟你讲 这个里面所有的文字 上万字 没有任何道德判断 我不说谁好 也不说坏 你自己去判断 这样的话呢 就减少了很大的 就是危险性 这个作品展览 在今日美术馆展触以后呢 那个馆长叫张子康 两年后他跟我在一起说了 他说你这个作品 有关部门 我就不说什么了 两次审查 因为他已经听说了 江青林标 都这么大 审量展触 这好家伙气 2010期之前 没有出现文件 我们就去看 但是一看呢 你想 毛泽东 王敬席 都是正面的话 所以我觉得 那些部门 我觉得水平也很好 结果很有意思的是 前年 我跟这些人碰到一起 我们在一个饭局上 碰到他们 还是负责人里面见 他们还开完照 当年我们要给你封了 你也没有现在 你们有名 就笑着 让他干杯起 一个说明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中国做一个作品 要智慧 就是既要表达自己独立思考 同时呢 也要存活 这个很重要 而且呢 你要有建设性的批评 就是说 你像我这个作品 肯定是批评主流文化的 这个中国美术馆 你搞的这些作品 怎么都 你像刚才讲的 一个女的 就是小说情教 文化达的命令 那个洪卫兵 她在美术问题就斩了 她就可以斩这个 但是我这种严峻的 正面的 都不能斩 那当然其实是有问题 所以说 总许来讲 没什么问题 一直没有人找到 我谈过话 而且我们 可能人大的党女书记 还说过这样子 说是只有我们人大的教授 才能做出这个作品 就是有人文精神 还不错 就是总体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感谢社会进步 你想想看 他刚刚讲的那个2006年 他在076年 他在三年前或者五年前 他很可能被抓起来送灭 都有可能 我当时差点被抓着枪毙给你 对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个年轻人讲的 说你画真话 就可能被枪毙 那有可能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要做这个作品 我今天要讲到重点 就是文革真是不能被忘记 文革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呢 中国如果全社会能对文革这个事情 正面对待它 去花一个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 通过这个来得到很多的启示 就是中国人才真正的启蒙开始 否则的话 中国根本没什么希望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 希望是越来越小 就是这个启蒙的希望 我不说中国没希望 中国还能挣很多钱 但是中国的这个思想的 这个深度的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他不敢面对 所以结果呢 造成了恶果可怕在哪里呢 现在很多人要回到我们国去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悲惨 您问 是文革 是文革 我就是说两句吧 反正我觉得因为 从文革的整个历史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 比较遥远 但是又知道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想说两点 就作为新的这一代 比较年轻一点的 没有经过这个事情的这一代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 做的本身呢 很 我想用这个词很美大 为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因为两点我觉得对您很佩服 因为呢 第一点我觉得中国人 尤其是不管是前一代的人 还是现一代的人 能够为中国的现今的人文文化 能够对他做一些事情 让下一代的人 对国家的历史 和对国家的人的做事情的整个过程 有一个更公正的 从人的人性方面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尤其你讲的很多 我对人他不作为他的恶性 或者是善性好和坏的这个辩论的角度来看 而是让每一个看艺术的人 来做他自己对历史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好 再一个就是说您能够作为一个艺术家 尤其现在这个当代的艺术 现代艺术 这么中国这么红火 大家一听都是什么 Sophia Christia Auction 一两百万这样的 您能够自己站出来说 我的艺术 我要和市场 不宜难挂钩 我觉得这个很有点 我今天挺有意思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小段文章 又重新讲樊高的这个创作艺术过程 和他的一点历史 我觉得您很有这种 就真正的艺术家 本身对艺术的尊重 谢谢 所以呢 作为宛贝 我只想说没有别的 我很尊重你整个的过程 谢谢 我关于这个 谢谢您做 这个市场这个 我说他们呢 也给我 我也在国内有点影响 他们的各种拍卖行 都有记那个拍卖头路 我个人从来没打开 都扔到辣椰桃没去 我都不看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学艺术的方法 你要自甘清理 因为学艺术不可能发财 你这一点搞清楚 你一下就很好 很好办 因为你是商人 商人就要赚钱呀 当然商人还有原则呢 有些钱你贩毒赶得极多吗 你对不对 你也不能做 所以商人还要做 该赚了钱 那艺术家你不是赚钱的 艺术家就是做出作品 有狗贩之 有衣穿 这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各干各各 你想像我经常给我女儿讲 我说人家奥巴马 一年也就赚几十万美金 那跟你家乡没法比 但他的意义在别处 你这个大法官 你作为艺术家 你就是做你的本分的事情就行了 这样吧 别人才真正尊敬你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说到一定年龄 才能明白这个东西 再一个就是我讲了 其实今天没有艺术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以为一点很重要 就是阅读很重要 对所有专业 商人 记者 还有从政人 这个阅读特别重要 你用阅读问题才有思考 有了思考才能知道你的创作 或者是知道你的事 这个也非常重要 这个也非常重要 哎呀 这个讲了很多 舅舅长 谢谢大家 很多毛病 很多错 大家有所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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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还有机会能看到许教授更多的作品 我们期待 多插一句 我新的准备14年准备要画谁呢 一个画张玉凤 戴德哥哥 还有想画王宗欺 但这两个照片特别难找 我有一次还见到张玉凤 他一听说我要画 这样立刻很警惕 你把我们甩一边去 另外一边 同时想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就是说今年下半年 华美写经社也有一个关于文革的画展 是不是 今天我们华美写经社长 加入在南州国社 社长 哦 你好 NASME YOU MEETER NASME YOU MEETER 非常好 你不用别人说音 是 是 下半年有一个关于文革的 对 是 今年九月份要开 是关于那个 毛泽东文革的那个芒果 芒果 芒果 哦 好像 是不是德国 记得 记得 小时候一个芒果 大家像朝圣一样几百人 对 你觉得那个芒果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这个是神仙 后来我也是就能回事 现在这个是有一个 说看人家是不是在英国还是德国 他是在 他在 他在 他现在在德国 他所有的作品 其实是在 德国 不是他当时是 的食物 对对对 就是经典的 不是吧 哦 他收藏了是吧 对对 所以如果有可能 到时也请徐教授来 也来参加 最后为了表现我们的感谢 我们这个人文协会有一个纪念品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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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